哈喽大家好我是豆杰 我觉得这个豌豆药剂师 应该是这次更新的三个猪装 长得最好看的 双双卯兔呢是比较萌 而长枪球篮就应然难尽了 这个豌豆药剂师是长得真好看 它的主要技能呢 就是可以把僵尸变成豌豆 并且根据腰剂瓶颜色的不同 它可以把僵尸变成 寒冰射手 小豌豆还有暗影豌豆 那它每一次扔入腰剂瓶啊 都有一个休息充能的时间 在硬件时呢 大概是17秒左右 这个还是比较久的 不过好在呢 它可以把僵尸变成豌豆 为咱们所用 但是呢 也有一些僵尸 是它不能够变成豌豆的 就比如说 指甲类的僵尸 魂管有多小 哪怕是继续虫小鬼 它也变不了 那变不了呢 它这个药剂瓶 就会直接对僵尸造成伤害 我发现它这个药剂瓶的伤害 是非常高啊 这次测试呢 咱们植物用的是一阶的 而僵尸呢 都是二阶的 看看上面那个电磁盾 电磁盾一个药剂瓶 直接拿下 那除了机甲类的僵尸 不能移动的 它也变不了豌豆 比如说国王 渔夫等等 药剂师呢 它也可以月接变豌豆 比如说一阶的药剂师 它可以把 一阶 二阶 三阶的僵尸 都能变成豌豆 但是四阶的僵尸 它就变不了了 只能靠药剂瓶的伤害 一阶的药剂师 变出的豌豆 和它自身级别是一样的 但是二阶以上的药剂师 变出的豌豆会比自身高一阶 最高变出的豌豆啊 也就是五阶 那有小伴就问了 药姐 寒冰射手最高就是四阶 难不成药剂师 还能变出五阶的寒冰射手 那是当然不可能的 就算是五阶的药剂师 也只能变出四阶的寒冰豌豆 最后一波呢 我放的是一阶的巨人 巨人他是肯定变不了的 只能靠药剂瓶的伤害 将军觉得他这个药剂瓶的伤害 还是蛮高的 如果说他和金女梅PK 你们觉得谁会赢 大家可以先预测一步 或者说你们还想看他和谁PK 可以在评论区给豆姐留言 后面呢 咱们会初期视频来测试一下 喜欢看的小伴 记得加个关注 那这一期测试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